今天继续介绍高分医疗剧《怪异豪斯》第32集 著名作家和记者弗兰彻正在讲述自己以前的经历 他致力于揭发各种不公平的事情 并将这些事都写成了书 弗兰彻的编辑克雷塔在这个过程中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现在克雷塔就要离职了 弗兰彻希望他能够迅速地适应没有压力的生活 就在这时弗兰彻突然倒地晕了过去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冲了过来 大声地呼唤弗兰彻 没过一会儿弗兰彻就醒了过来 他看起来很正常 说出的话却颠三倒四 在弗兰彻持续这种状态说了几句话之后 克雷塔拨打了医院的电话 女院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来到了弗兰的办公室 向他询问周围60英里以内有没有好的急诊医生 豪斯正在保险公司暂时无法赶回来 弗兰彻写过12本书 曝光过三家公司管理层 如果他们不能确保把他看好 那就不要接受为妙 弗兰说自己刚好是神经科的医生 坚持拿走到弗兰彻的病例 在带领医疗小组进行简单的诊断之后 弗兰确认了弗兰彻患的是失语症 这种病人不知道自己说的是错乱的语句 同时还会丧失输血能力 克雷塔告诉弗兰 弗兰彻是自己摔倒不是意外滑倒的 他的腿在摔倒之前毫无预兆地动了一下 卡梅龙认为头部外伤可以导致痙磷 从而引起失语症 他们应该先做个脑电图确认一下 弗兰说还有可能是中风 血栓也可以引起这些症状 齐斯则觉得他们首先做一个毒品检测 三个人各持己见 齐斯和卡梅龙认为他们应该是平等的 但弗兰认为自己可以领导豪斯 自然可以领导他们两个 另一边 豪斯还在史黛西的带领下 和医疗保险人员斗智斗勇 豪斯在为病人治疗的过程中 开了许多不在保险内的处方药 按道理说 这些钱都是不能报销的 但史黛西说服的医疗保险人员 两个人终于在天黑之前弄完了所有东西 豪斯订了两个人的晚餐 但史黛西并不想和他一起吃饭 还故意订了和豪斯相差两个小时的航班 之前的那件事可没那么容易就过去 因为医疗小组的三个人互不相让 他们只好各自给弗兰车进行的检查 在检查的过程中 弗兰车突然开始剧烈咳嗽 血氧含量迅速下降 肺部出现液体 无法自主呼吸 现在弗兰车身上出现了两个症状 湿雨症和肺积水 而痙攣和中风都不会同时导致这两个症状 其次说 弗兰车的尿检结果查出的安非他命 如果用鼻子吸食安非他命 是有可能导致肺积水的 在后级大厅 豪斯给沃尔森打的电话 他已经通过女院长初步了解了弗兰车的情况 现在他想知道医疗小组有什么新发现 在得知弗兰车发烧之后 豪斯告诉沃尔森 他的病情应该和毒品无关 医疗小组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脑炎和脑膜炎都是值得怀疑的对象 但也有可能是自身性免疫力疾病 这两种病药用的药相互冲突 就在三人犹豫不决的时候 豪斯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弗兰 给弗兰车用广普抗生素和抗病毒药 这两种药分别可以治疗脑膜炎和脑炎 想要确认弗兰车是不是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话 就需要更多的信息 但是弗兰车的病史档案非常粗略 他的妻子也才认识他两年 由于弗兰车现在还不能说话 他只能通过伊丽莎白和克雷塔来了解他的情况 奇怪的是在两人的口中 弗兰车的某些行为完全不同 伊丽莎白说 弗兰车和自己结婚之后就一直过着平和的生活 但克雷塔却说 弗兰车非常的依赖安眠药和安非他命 脑部CT显示 弗兰车有一些脑积水 部分区域有伤痕 可这个区域受伤 并不会导致失愈症 而且这个伤痕是很久以前造成的 因为航班已在延误 好似又在机场和史黛西相遇的 他似乎早就料到的这种情况 连咖啡都买了两杯 因为弗兰车出现的水肿 不能坐腰椎穿刺 所以弗兰车和奇思准备去他的家里看看 两个人在弗兰车的抽屉内 找到的安眠药和安非他命 这和克雷塔说的一模一样 但奇思又发现了脱磁脂 这种药是用来抗痙磷的 而弗兰车又否认过自己有痙磷石 此时弗兰车突然感到的胃部疼痛 他艰难地向卡梅隆比划 说自己嘴里总有金属的味道 在经过检查之后 卡梅隆发现弗兰车出现的肾衰竭 经过透析 他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 沃尔森通过史黛西联系到了豪斯 告知的这件事 医疗小组的三个人和女院长一筹莫展 不知道怎么办 就在这时 豪斯主动给他们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赶紧给弗兰车做腰椎穿刺 确认具体情况 顺便把他的情况说得危险一点 让他自己能说出 一直隐瞒的重要事情 弗兰车在态度强硬的 弗兰和骑士面前什么也没说 但是却在卡梅隆给他穿刺的时候 说了一大堆话 因为天气的原因 史黛西和豪斯的航班都延误到了明天 史黛西订的酒店只剩一间房间 两人只好住在一起 就在两人的气氛正好 准备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豪斯的手机不合时宜地想得起来 弗兰说腰椎穿刺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可以初步确认是某种感染 鉴于弗兰车的身体器官多处衰竭 他大概只剩下的一两天的时间 卡梅隆向豪斯转述了弗兰车的那堆胡言乱语 几个人一起研究了好几个小时 但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提取出来 卡梅隆发现弗兰车准备说真话的那几次 伊丽莎白都在旁边 他们如果真的想知道弗兰车说的是什么 就必须把伊丽莎白支走 缝满之后把女儿找来 让她说谎带走伊丽莎白 可这时豪斯的航班只剩20分钟就要登机的 在反复的询问之后 他们确认了弗兰车还有躁郁症 这可以解释弗兰车之前那些激进的报道和行为 以及他服用安眠药和安非他命的原因 这两种药可以让他在狂躁时镇静 在滴落时亢奋 而他出现痙磷的原因 则是因为他做了双侧大脑 扣带回烧着术 这种实验手术 宣称可以帮助情绪紊乱患者 弗兰车在遇到伊丽莎白之后 一直渴望着安定的生活 于是就做了这个手术 这就是他脑部出现伤痕的原因 这次豪斯通过电话外放 讲述这一切的时候 伊丽莎白进了病房 弗兰车因为爱 选择隐瞒 但同时也伤害了伊丽莎白 豪斯让福曼不用电子设备 给弗兰车做自血液检查 福曼很快就发现 弗兰车患的是脑型瘧疾 这种寄生虫 用电子设备检查不出来 但只要用显微镜看一眼 就可以发现 弗兰车的病很快就会被治好 但它和伊丽莎白之间 信任的伤痕 却难以愈合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